简報第15頁呢 來讓老師安裝一下流氧器的擴充工具 目前 它 主要有兩個 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Google Chrome 一個是Suffer 那Firefox他本來也有 可是後來就是因為Firefox改版 所以 它那個擴充工具就沒有繼續開發 所以老師如果你是Mac的就找Suffer 那如果你是 一般Windows的或者Mac上有裝Chrome流氧器 你就用Chrome的 那當然除了從這裡進去 你也可以從哪裡 在我們OneNote的任何一個頁面 捲到這下面 您都可以看到 有沒有擴充工具 你也可以從那裡進來 好這樣你就不用找我簡報 就在OneNote裡面直接找就好 好安裝完成之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看我這裡 加到Chrome裡面 OK 那您會發現在右上角是多了一顆 那我蠻建議老師因為待會我們需要用到它 如果你這樣直接關掉它就收起來 所以你可以到這個 擴充工具 幫它加一個固定 這樣就會永遠固定在外面 好這樣就比較不受這個 收起來的干擾 這樣OK 所以您可以先把這個擴充工具把它 裝起來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不管老師的 教材內容 第10頁先跟大家介紹 還是 就是像這種影片都可以 來我們來試看看 我找一段 一樣的 我就隨便找一段 好假設這一段我需要 好這個影片或者 黃頁 你就到右上角這顆 OneNote logo 按下去 好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選擇我就只加這個分頁也可以把我現在開的分頁全部加進去 好那我就先開 這個加入現有的分頁 有沒有發現 課程 是不是找到了 你可以選 然後你的主題是不是也可以選 然後呢 因為我這個是播放清單 所以他會幫我抓到這麼多個 你要不要儲存 你要不要儲存 有沒有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不管你是單一個影片 還是播放清單 管他的 看到 覺得這個適合當我的教材 邊看就邊收入了 好你看 右下角這裡 選好了有沒有單純的儲存 或是 直接儲存並發佈 我們剛不是講如果有改變的時候要記得按發佈嗎 所以他這樣連進去的機會都沒有 直接儲存並發佈就好了 好確定 OK那我們來回到這邊來看 現在國文這邊 沒有 我們重整一下 好有沒有發現我的國文增加了三個 所以你看我們one note在整理教材就真的很快 平常老師要比較 專心就要另外再有沒有 另外開啟他的文件可是他就邊看就邊收集 這樣老師在 整理這些網路上的資源的時候相對就會方便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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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